李宗盛雄議員 喂 不好意思 這是反射 一定會試一下麥克風的聲音 好 那剛剛上位分享者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他有提到一個點就是說 外國的這些學生他們都會 有一個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好 這讓我想到一個文章 最近網路上看到的 他提的是一個哈佛的學生來台灣 看台灣的宿舍 這件文章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他認為台灣的宿舍 沒辦法給大家一個 好好的生活的交流的空間 然後這篇文章的標題下的就是說 台灣只會要你忍耐 可是外國會要你去體驗生活 好 OK 看完這篇文章了 下面的留言很有趣 分成三種人 第一種人他會說 沒錯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子的緣故 所以台灣台灣就走不出去 然後台灣的學生還會這樣子 第二種人他會覺得說 可是外國的學生都是吃不了苦 台灣人比較能吃苦比較厲害 好 那第三種留言他會覺得 不同的文化不同國情 本來就會不一樣 好 那這三種留言很有趣 那我從第三種來切入好了 為什麼會有前面兩種的留言出現呢 因為第一種人他們經過研究會發現 他們是來自於說 他們可能很多是流美教育 很多是精英階級 那他們所受到的教育環境 就認為說這樣子的文化才是正確的 他們會把文化去貼個正確跟錯誤的標籤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第二類人他們會 他們可能受到好像比較local 比較本土的一些資訊的影響 所以才會這樣子 才有這樣的想法 那第三種人呢 他們會覺得可以去做多元的包容 可是不同的文化 它本來就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那不同的脈絡也帶來不同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今天想要講的 我們所看到這個標籤它代表的是什麼 好 那不好意思字有點小 那簡單來說呢 我做過兩類型的事情 我把它分得比較開一點 我現在在主要做的是Telix 我在Telix南部那邊做一個叫Love River的地方 然後我也做 我做大學前必修課 也做大改正 也做麥康廣告 那題外話呢 我也做過一些 我剛好提到一些 比較把自己的range拓寬的事情 我最常講的就是 就是我常常在台北轉運站睡覺 因為我為了做夜車 對 我那時候南北常常跑的時候 我以前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 可是我現在覺得這很正常 因為我是在為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而去付出 而去犧牲 那我倒覺得 做了以後發現其實這也沒有什麼 對 那來談一下我以前做過的故事好了 我身上的第一個標籤叫做見識狹隘 因為 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APP 這APP是紀錄你去過幾個國家的 那 我去過的國家就是這個地方 也就是台灣 我只去過0.02%的世界 我沒離開過這片國土 對 所以我以前我會覺得有點自卑 覺得說 我到底是 我是不是看的還不夠多這樣子 那實際上呢 我身上有許多許多不一樣的標籤 對 什麼標籤都有 就像我最近一個蠻有趣的標籤就是大夜班 因為我以前 因為我那個時候未來台北實習 我沒想過我的經濟狀況 我想說反正上了就來了 對 可是到台北後發現幹 完全我沒有錢了 對 然後到最後 我白天要在廣告公司工作 然後晚上要去做大夜班 一天之後睡覺兩個小時的狀況下 我撐過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之後找到新的工作了 對 可是沒有做過呢 我從來沒有想到大夜班 他會認識那麼多人 然後他們背後有什麼很 很逼不得的理由 去讓他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只會 以前的我指揮單方面認為說 做大夜班可能就是 白天可能就是他們以前沒有什麼技能 他們只能做一些 CP值比較高一點的工作 可是當我認識以後 我發現逼不得已的故事 才是它的關鍵 那我先談一下 我以前有過的一些標籤好了 我以前國中念的一個學校呢 它是鄉下的學校 那我就不講是哪一間了 這間學校很有趣 它精英班跟放牛班分的很階級很大 三樓就是精英班 一樓就是放牛班 三樓的不會到一樓 一樓不會上來三樓 一樓的上來三樓會被教官抓對 就是會分得很開 它會讓我們很濃厚的階級感 然後一直跟我們洗腦說 我們就是精英 我們就要考好大學 我們跟樓下那些人不一樣 那我被這樣的標籤一直洗了以後呢 我自己也是個既得利益者 我並沒有想太多 我用精英的身份 就慢慢的到了大學了 就這樣到了大學以後呢 我開始覺得 我看到蠻多有趣的東西 包含我之前第一次參加焦點 第一次參加一些校外活動的時候 我會發現 喔 原來世界這麼大 所以我會開始想要讓自己變成一個挑戰者 我會變成一個成長者 我會想要讓自己接觸到很多的東西 包含我加入了U-Score 包含我加入了很多種組織 包含我在大一的時候 就去做第一次的企業實習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是我想要把自己貼上一個挑戰者 貼上一個勝利者 貼上一個厲害者 貼上一個創新者的標籤 而我到最後呢 實際上把自己打造了這麼一個標籤人 對 我就是成為一個充滿一種那種厲害標籤的人 可是當我到最後的時候 我會開始覺得說 我會不會也 我是變成一個貼別人標籤的人了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我會覺得說我是一個厲害的人 可是我身邊的人可能 不是那麼厲害的時候 甚至他們都沒有自己 我覺得 我在擔心的是一些很大的事情 然後擔心社會結構的問題的時候 你一直在擔心你的期末考 我會覺得那種歧視感已經出現了 我會覺得 我會想說 那為什麼你們要跟我一樣 我會一直跟你灌輸我的想法 可是你覺得不能接受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給他貼上一個不努力者的表現 我會覺得他們可能不是很好 可是到最後呢 最有趣的狀況發生了 我形成了一個新的同文層 我自己是一個 我們都會說我要跨出舒適圈 我會想要跨出舒適圈 可是到頭來我只是跨到另外一個舒適圈 這個舒適圈裡面是一群 彼此喜歡挑戰的人 可是這些呢 因為在外面不被接受 終究會聚集在一起 就變成就像我一樣的人很多 我們都聚集在一起了 所以我打造的是一個 自己的新同文層 這個是很恐怖的 那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情呢 因為一句很常見的聽到的話 這句話我聽到很煩 我以前聽過這一句的時候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是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道理 我覺得現在大學生都是這樣子 我一定要跟他們不一樣 然後可是有一天我才聽 越聽越奇怪 我覺得這句話怪怪的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去跟別人競爭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現在談的是競爭力這個標籤 怎麼來的 沒錯 競爭力它就是一個 國家級的標籤 它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下的標籤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競爭力會出現的是 因為以前國民政府 在60多年來台的時候 他們為了創造大量快速的一些經濟的生產能力 所以他們會用這種自私化的教育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課綱 看到的教育部 看到的課本 這些就是自私化的教育 因為他們要養出一樣的人才 所以他們會定出一個教育人才 那超越這個範圍出去的人呢 他就會變成劣質品 他不會被發覺他的無限可能 因為他們覺得 人就是他為國家所用 然後這些人呢 過了一陣子以後呢 他們過了二三十年 到了現在 變成我們父母 我們的企業家 然後甚至是我們社會的精英階級的時候 他們開始會認為說 我們應該要跟他們以前一樣 那問題來了 我們不同時代 就有不同的教育價值 尤其我們這個時代 接受到質詢量是以前 13到15倍的時候呢 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 真的去注重競爭這件事情 甚至我們有必要去跟別人競爭嗎 他們會用 可能上一代會有一些人 他們會用一些價值觀壓迫 告訴我們說競爭力很重要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為什麼跟別人競爭好 那問題來了 我不爽被貼競爭力的標籤 那我是不是以前會去貼別人的標籤呢 我以前也去跟別人貼過一些標籤 那有個契機就是從這一頁開始 我認識我女朋友 那一刻就是 我發現我以前都在貼別人標籤的開始 因為我以前認識我女朋友 我認識我女朋友呢 她以前是一個公主病的傢伙 對 然後 好我就直接講 然後 可是呢 我是怎麼改掉她公主病的呢 這個理由很簡單 從傾廷開始 因為 我以前從來不會想過 她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 讓她變成這樣子 我只會覺得她 啊 就這樣炸 反正我們就是不同類人啊 就沒有辦法 對 可是當有一次我在 就是聽她故事後發現 慢慢發現說 她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一個縮影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中 沒有信心的這個縮影 因為我們被上一半批判太多的 沒有競爭力這件事情了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 我們都會承載著 這樣子的壓力在成長 那我們就會變得很沒有信心 而因為沒有信心說 我們的社會會變得越來越兩極 我們會有很厲害的學生 因為乘著壓力往上的 跟乘著壓力被打下來的 而越來越兩極的狀況下呢 我們這個Y世代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 她現在變得是一個 很沒有信心的一個世代 那她因為沒有信心 而做出一些 很依賴別人的行為的時候 我又怎麼能夠去批判她的不對呢 我當我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開始知道怎麼去傾聽 傾聽真的是很簡單的關鍵 可是怎麼去聽呢 我們先要知道的是 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意識形態 去凌駕在別人身上 第二個故事呢 是我在學生會的時候 我以前是學生會長 那我以前在當上會長的時候 我想要幫高大 我們學校帶來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我想要在高大創造一些 很厲害的沙龍很像焦點 因為我以前跑過太多焦點 我就覺得說 我想要在高大打造一個跟焦點一樣的活動 可是 到最後一直以來都沒有辦法成功 就是因為我也不知道 沒有認真去聽過學生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我會覺得說 這種東西 其實學生會最有趣的東西就是 他表面上看起來不能做 實際上是因為 結構上不可能做太多事情 任何一個太大眾的東西 它的深度都會變得很淺 因為沒有一個深度的東西可以被大眾接受的 越高的東西 它一定是越少人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要面對的是五千個稱之不齊 然後彼此想法不一樣的學生的時候 我不可能做到一件太頂端的事情 反而我應該逆向回來做的是 傾聽他們要的是什麼東西 對 所以我到現在我是卸任以後 可是我一樣還是在做參議的部分 我還是想要 我還是在自治圈裡面去做一些 做協助修法的工作 所以這次我在學生會學到最重要的 我要怎麼去聽標籤背後的故事 而不是只把他們貼上一個 可能不是一個頂大的標籤 或只是把他們貼上一個不知上進者 最重要的是我有一個改變 就是我曾經在YouScore做過的 就是 YouScore它很有趣 就是我們的組成 是來自很多所謂前20%的經營學生 然後這些學生 他們我們就聚集起來 想要改變台灣的教育 對 可是當我們在改變台灣教育的時候 我們都會陷入一種迷思 就會覺得說 我們只要把資訊做好 把內容做好 大家就會來看了 我們現在很紅 內容行銷 就是在我那個時代的時候 剛好開始紅了 對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把內容做好 人家就會來搜尋了嗎 事實不然 因為經過調查 我自己化出同文成後 我發現以後 這個想法 是有個很大問題 就是台灣80%的學生 並不會自己主動搜尋 自己要的資訊 他們只能夠接受資訊 送到面前 因為從小到大 從以前的政府結構 從以前的文化脈絡下面 我們都是一個被動接受資訊的族群 因為我們就是被塑造的一個族群 所以我們只能走到這樣的路上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開始會跨出去 我們開始推了很多 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宣傳的 我們開始主動積極去把資訊塞到每個人面前的時候 可能真的是把大家的一些意識形態去改變了 讓他們開始會發現說 原來有一些非政府 非教育的資源是可以使用的 好 所以來談一下 簡單的結論說 我們很容易只看到一張世界地圖 很容易只看到一個人 可是沒看過我們歷史的深度 是來自每個人有不一樣的起點 不一樣的過程 也不一樣的結果 我不能一個要咖啡色的人 我不能要他在左邊這裡開始 卻要到一樣的終點 它是不可能的 不同的脈絡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起點 帶來的是不同的終點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怎麼用自己的價值觀 自己的標籤去定義它呢 那我想要跟大家最後講的是 今天的標籤是昨天的不同 我們每個人從歷史的脈絡就切下來 我們看到歷史 它背後是每個人有不一樣的東西的 我們更需要去追回到我們對標籤 被一些意識形態最後忽略的脈絡 然後最後結論就是 我不是鼓勵大家放棄去追求這些標籤 而是要學會找出標籤背後的脈絡 就像是說 沒有一種意識形態可以淋駕在別的意識形態上面 沒有一種勇者可以淋駕在弱者上面 而是只有 為什麼他是勇者 為什麼他是弱者 那他們之間要怎麼改變 我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我們要怎麼去定義這個世界 以及這個世界怎麼定義我們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學會找出標籤背後的脈絡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謝謝學員 剛剛在我們在韓國開始之前 今天他花 2017 跟我合hou的動作中 去看等待都給亂用 那他每個 他最大缺到的好事 就是他覺得 這個東西會不會太生了 太堅肅了 大家聽完前會覺得說 有點不太能接受這樣 然後我剛剛就是鼓勵地談 因為我兩個跟標籤有不同的想法